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潜入近4000米的深海 一探究竟 美国观光潜水器泰坦号 在近日的一场泰坦尼克号探索之旅当中 和母船失联 最后美法两国出动军队 空中水下紧急救援 经过上百小时的等待 最终在海底3800米的深度 距离泰坦尼克号沉船400米处 发现了泰坦号爆炸后的残骸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 一艘沉船 为什么能够吸引着它的拥趸 潜伏后继 甚至花费高达25万美金的高昂代价 只为海底见到它的那个时刻 然而谁也未曾想到 这竟然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夺命之旅 时间回到2023年6月18日 这天是父亲节 19岁的苏兰曼达乌德有些紧张 因为今天他将和父亲沙和扎达达乌德 共同参与一个旨在探访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潜艇项目 沙和扎达是著名的企业家 热衷于慈善自然等事业 而同时 他也是一名狂热的泰坦尼克号爱好者 多年来 对相关科学研究充满了热情 1958年上映的电影 《滨海沉船》是他的心头爱 和喜欢探索未知的父亲不同 还在读大学的苏兰曼性格内向 爱好也不是上天下海 而是玩转手中小小的魔方 苏兰曼没有他的鲁鲁鱼 共同参与这次活动的 还有前法国海军潜舍员 纳尔若莱 P.H.是一个超级的探索 他在前往的探索的探索 Paul-Henri Naugle 是一位超级的探索 一位超级的探索 他在1985年中的探索 他在1985年中的探索 他在1985年找到探索 他在1985年中的探索 他在后来做了很多的探索 他在1985年中的探索 因为它是一个新型的探索 有些人是关于产党 或者产党的探索 有些人是关于产党 他们在南美国的探索 有些人是关于产党的探索 然后在产党的探索 然后一旦我们在产党的探索 它是难以出的 著名冒险家 英国富商哈丁 也加入了这次探索之旅 人生目标是星辰大海的哈丁 手握三个世界吉尼斯纪录 曾多次探访南极 并于2022年乘坐蓝色起源 前往太空 哈丁的童年时光 是在香港度过的 五岁那年 他在黑白电视上 看到了阿波罗登月的画面 这件事也为他的人生定下基调 探索世界极限的梦想 也由此展开 为了深入海底探索 神秘莫测的泰坦尼克号 他们需要乘坐 由美国海底勘探公司 海洋之门打造的一艘 名为泰坦号的潜水器 每位参与者 需要为这趟八日探险之旅 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 Ocean Gate 始建了2008、2009 他们为了专业新闻 所以我们有一个讨论 专业的讨论 谈论设计划 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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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制作制作 我们从所有研究中 包括中国的研究 他们来到新的想法 他们很严重 and we were all curious see which way they were going to go about it. 海洋之门的首席执行官拉什出身名门 就是去穿过海洋之门的首席执行官拉什出身名门 是美国开国元勋 本杰明拉什和黎察德斯托克顿的后代 拉什幼时希望成为宇航员 却因为势力不足 梦想破灭 他曾是道格拉斯公司F-15战斗机专案的试飞工程师 在创立海洋之门之前 他在航空航天 科技初创企业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曾经在创立海洋之门 并没有自己的代表作 只能通过购买其他公司生产的潜水器 返地号作业 后来自行建造了两艘深海潜水器 独演巨人一号和泰坦号 作用于勘探沉船事故现场 并未向公众开放体验机会 我们这个深海载人潜水器领域里面 他有一个年会 然后我是参加过几次年会 然后13年 16年 两次会议上都见到过他 跟他简单交流过 所以在16年 他实际上一直在宣传他这个理念 希望寻找投资人来投资他的项目 让他研发专门的潜水器 转折点始于2018年 海洋之门宣布将于夏年 为付费客户提供 探访泰坦尼克号沉船现场的项目 吸引全球瞩目 但项目直到2021年才真正启动 mikfor 김�alf 말 End Well, it's a multi-year project So, 2018 will be our first year going out and the plan is to scan the wreck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You know, to document its current condition This is not a tourist operation We have a number of nautical archaeologists and deep sea marine biologists as well as our crew that will go There are five individuals can go on each dive Three of those are our mission specialists 所以这些是人帮助理工程 但他们也有活动员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喜欢 游客的名字是因为 这些是船员 我们教他们 如何操作扫描 如何操作扫描 拉什的妻子 也是海洋之门的传播主管 正是斯特劳斯夫妇的玄孙女 电影《泰带尼克号》中 最为经典的桥段之一 老夫妻相拥着躺在床上 共同迎接死亡 便是改编自斯特劳斯夫妇的故事 所以我改变了我的科研 然后我一直在去《泰带尼克》 我认为《泰带尼克》 我认为《泰带尼克》 有很多人感兴趣了 超过一百年 因为 在《泰带尼克》上《泰带尼克》 他们好像 他们的社会和人类似的 人类似的 然后在《泰带尼克》上 《泰带尼克》上 尽管有着噱头十足的宣传 以及专业团队的配置 海洋之门近几年 还是抱受负面新闻的困扰 先有员工控告公司 实验潜水器 或致乘客陷入危险 再有曾计划参加项目的乘客 因项目多次取消 无法追回定金 与海洋之门 对簿公堂 更是因为条款众多的生死状 也就是免责声名 备受质疑 即便如此 仍然有人愿意参加这个 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 在交付高昂的费用后 达乌德父子哈丁 纳尔若来 在哈什的代理下 组成了五人小队 从加拿大圣约翰斯港口出发 前往泰带尼克尘末地 如果顺利的话 他们将会在八天 后庆祝这趟独一无二的 海底探险之旅 出发前夕 哈丁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交代了航程的细节 参与这项计划的五人 纷纷在探险旗帜 以及那份备受争议的生死状上 签下了名字 18日凌晨4点左右 五人朝着梦想之地出发了 其实原本还有另一位船员 也要加入航程 他是哈丁的朋友 同样具有非凡的冒险精神 然而却在最后一刻 决定退出这趟 可以实现梦想的旅程 拥有梦想 拥有梦想是一件 值得令人尊敬的事情 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五个人 虽然他们的梦想各不一样 但最终还是梦想 让他们聚在了一起 五个人在屡屡提起 死亡字眼的免责声明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满怀欣喜地奔赴这一趟 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之旅 然而在此之前 危机警报曾经频繁地响起 来自海洋之门曾经的雇员 来自过往跟随泰坦号下潜的乘客 来自世界权威的潜水器专家 在警报之下 还有一个人宁愿放弃订金 也决意退出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他们看到这个公司 Ocean Gate 有一个人在发展的车 去到海洋之旅 在科技上 在科技上 有一个好严格的背景 他有一个好严格的背景 而且会有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所以我们联系了 克里斯支付了探险的押金 但在亲眼目睹太太后真面目后 他拒绝继续参与活动 在手机上 它们一样 是一种工具的 工具的工具 在整个机械里面 还能够用什么 工具的工具 在这些行李银 即使当我们下跌 有种产生的问题 一样的问题 每次车我会有 的四个游客 我会有在河边 每次都在河边 有问题 我认为他们有问题, 有在这些事情, 在这些事情里面有什么问题 有关系的事情, 在这些事情, 有关系的事情, 有关系的问题, 有关系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我认为这些事情, 我认为这些事情可能会不太能够 从今天开始的事情上来, 你识到这个事情, 你不懂的事情, 他也懂得 他也分析 比如说这些东西的后果是什么 他自己觉得很自信的 就是这个危机不到我的生命 所以他没有特别重视 我们认为 那是很厉害的 然后最终的选择 然后最终的选择 是 他们并没有得到证据 他们证据 证据 太太后的结构 包括两端的两个钛合金半球 以及一个内径为142厘米 长度2.4米的碳纤维圆柱 钛合金被广泛应用在深海潜水器的翘体上 如美国阿尔文号 日本深海2000号 和中国的蛟龙号等 与此同时 有多位学者对太太号翘体使用的碳纤维材料 表示质疑 其中包括曾下潜海底超30次的 泰泰尼克号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 他认为碳纤维材质存在缺陷 渗水可能导致其强度 随时间的推移下降 钢或钛的翘体 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抗冲击波是它的脖热环节 人就坐在碳纤维圆柱里面 那么这个地方 两个季头的地方 这个抗冲击能力就说比较弱 这个耐压桥本身 抗冲击也比较弱 所以这样一个稍微 那个有冲击波 有一点点错位 就进水了 这样以后呢 他把中间这一段 用碳纤维的话 把那个重量 能够降低一点的话 你的耐压桥降低一公斤 我的整个潜伏器 可能降低四公斤五公斤的 实际上就在人潜伏器下来 它的那个重量越轻 那么它的运行成本就越小 对母船上的起吊能力 就要求低了 所以它现在把这个重量 降到十分左右以后呢 就相当于就是 我很普通的船都可以起吊了 那这个成本就运行成本 不需要给它配一条 专门的母船 这个成本下降很多 除了材质上的争议 太太后的电力供应 也颇具争议 据报道 海洋之门招募了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 学生制造电池 并鼓励他们 使用商业现成零件 和低成本电路 海洋之门对该电池的要求 包括能够到达 6000米的深度 和70小时的使用时间 学生们在当地商店购买材料 并组装模型 该模型比市场上已有的 经过测试的电池 便宜约5万美元 我们知道在电池里面 要加一套充电的保护装置 所以我分析的话 他自己不一定知道 然后这个系统 肯定有可能是没有的 那么这一次的故障 有可能是外曝引起的概念 外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擦这个前车 有可能这一次的下去以前 它有很多的季头 水面就擦电 电缆 然后有某一个季头 比如说没有擦到位 然后下到一定深度的时候 它就会渗水 然后渗水以后 引发了短路 短路就是导致电池的电流 充电 放电 电流就一下子加大 如果不中断 没有保护装置的话 这个锂地质电池会发热 发热过程中产生氢气 然后氢气累积到一定程度 电池箱会爆炸 电池箱爆炸以后 一个冲击波 就是打到这个耐压舱上 泰坦号必须在海底4000米 承受370霸的压力 这约等同于8.5级地震的冲击力 船体的任何缺险 都可能导致瞬间内爆 在上述设计疏漏漏的影响下 泰坦号的悲剧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事故发生后 关于泰坦号的安全性 受到各方质疑 但多年来 有多位吹哨人的预警被忽视 2018年的一份诉讼文件 揭开了泰坦号表面的遮羞布 前海洋之门工程师 兼潜艇驾驶员 大卫·洛克·里奇 向管理层提供了一份 泰坦号的质量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 碳纤维可能在压力下扩大裂缝 用于测试的船体比例模型 存在缺陷 和潜水器内使用液燃材料等 多项安全隐患 提交报告后的第二天 大卫被解雇 随后 海洋之门对大卫提起诉讼 将其报告定性虚假 同样在2018年 38名潜水器行业专家 向海洋之门发出连属信 质疑其探索 泰坦尼克号残骸的形成危险 信件经专家签署后 由海洋技术协会辖下的 在人水下航行器委员会发出 该委员会主席 威廉·柯南 曾就泰坦号的安全性 与海洋之门创始人拉石 展开讨论 联署信发出后 海洋之门创始人拉石 通过电话向威廉回应称 行业标准正在扼杀创新 如果你发生了新墙或新墙 那里的预创 那里的预创 预创 是一大约的预创 与海洋 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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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虽然用通常用的電池,用電池,用電池, 運用電池,有客戶力帽子要放置兩倍的空間 但是我們可能可以看到地下的 Titanic 提供在新設計的工具的新設計 計劃的隱藏 對於這次的迷彈叢的研究 The Coast Guard has officially convened a marine board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oss of the submersible and the five people on board Most of our bodies are made up of water We could not survive without water And our oceans go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learning about our seas, learning about currents And learning to understand and live with the sea We know more about the moon surface than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Because we just don't haven't surveyed it I think it's human nature to go exploring And once we've explored the planet we start exploring space We explore down to the depths We go up mountains It's just a human thing to do To try and investigate To expand our knowledge To find new things 海洋上的那個如果說這個技術沒有完全成熟 一旦引發某種事故的話 那這個事故的後果也是比較嚴重的 我是希望我們對海洋支援的開展 稍微急速放慢一點更穩一點 So the Titanic Of course back in 1912 It was the biggest ship ever built in the world It sank It is much often quoted as This being a warning story of human pride That the human pride prevented the crew from operating properly Because they felt they were invincible And then nature has its own ways to make us humble And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very carefully Because small mistakes Nature has no pity for humans 泰坦號沉默事件尘埃落定 從潜水器失聯到發現殘骸的一百多個小時裡 沒有奇蹟發生 和海洋的廣闊相比 人類顯得如此渺小 對大自然的無畏和無知 以及對自己過度的自信和自大 使得泰坦號最終的命運 和一個多世紀之前的泰坦尼克號的境遇 最終一樣 如同一場輪迴 時刻在為世人敲響著警鐘 探索未知是拓展人類文明邊界的必經之路 然而在探索的路上 謙卑和敬畏 卻是時刻必須秉持的態度 唯有敬畏永存 探索方能不息 感謝收看華潤 鳳凰聚焦 我是任任 下一期再會